这件离奇的案件发生于2006年3月2日,地点在阿根廷潘帕斯州皮科将军镇和克木克木镇之间。 塞尔吉奥·普切塔夏世,31岁,已婚。 尽管已经31岁,他拥有出色的运动能力,并在一年前参加了特种部队的训练。 他在阿根廷潘帕斯州警察局工作了大约8年,在过去的两年里,在19点30分至22点之间, 他在多里拉、斯佩鲁奇和特雷伯拉雷斯的农村地区巡逻。 当时普切塔正骑着摩托车在土路上巡逻,已经行驶了80公里,直到他到达了一个被称为芦苇十字路口的地方。 他用手机向同事说,有一些奇怪的事,他需要支援,并且他准备进行调查,随即无线电中断了。 他的同事来到现场,发现他已不在,他的摩托车、头盔、对讲机、手枪和部分制服遗留在现场。 警方发起搜索,跟踪了大约4公里痕迹后丢失,他们整夜都在搜寻他,但找不到他。 当地的警察根据现场,还原了当时的细节,他去掉了臂章,接着丢掉布画机并放下了手机。 在未知情况下,证人机械地做出了这些举动。 他的失踪从凌晨起惊动了最高的省级当局。 政府部长胡安·蒂尔诺和警察局长里卡多·鲍德克斯一直待在失踪区域,甚至打算等天亮后出动飞机进行搜索。 事件发生18小时后,一位农民在一条乡村公路上发现了普切塔,地点在他失踪的地方以南约20公里处。 他呈现迷糊状态,双手抱着膝盖的姿势。 同事请他通过简单的呼吸运动放松一下,通过鼻子吸气,通过嘴吐气。 普切塔开始放松。 他说他的眼睛在燃烧,坚持不懈地遮住脸。 普切塔随后被送往哥布纳多中心医院住院,他没有身体受伤。 出院后,他向媒体讲述了他的经历。 他说,我开着摩托车到达我们称之为芦苇十字路口的荒野地区时,我看到了一个类似汽车的红灯,到达现场时,红灯消失了。 然后我下了摩托车,看看是否能听到任何噪音。 当我回到摩托车上,正要戴上头盔时,红灯出现在我面前,对着我的脸,非常强烈。 他补充说,红灯站在我面前,有点催眠我,然后他瘫痪了。 随后,光线升到空中,头和眼都感到相当疼痛。 于是他试图逃离,不行跑进田野。 当他跑进乡村田野时,他们总是在我身后。 他坚持认为,这些实体是悬浮得比我高,更大,有点透明,有一个大脑袋和清晰的红色眼睛。 他解释说,他们在翻看我的思想,好像在做测试,他把这称为生命测试。 他指出,他在几秒钟内就阅读了一声,从我小的时候到现在,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好的坏的,对我来说的事情。 警方确定,普吉塔沿当地道路走了四千多米,随后踪迹在田野的草地和牧场上消失了。 他说,其中有一段时间,好像我在空中,甚至还记得从一动不动的小牛犊身边走过,好像动物们不知道它的存在。 随后,这名警官被安排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,他说他对晚上外出感到非常害怕,这些实体通过心灵感应告诉他,他们要抓住另一名同样独自巡逻的警官同伴。 普吉塔说,他的经历只是该地区记录的许多案例之一,以前,我和我的搭档看到过成千上万的红灯。 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,阿根廷潘帕斯州关于红眼睛的案件数量惊人,具有一定程度的侵略性。 很多案件提及对证人抱有敌意态度,报告感到,刺痛,失去知觉。 在残害动物的过程中,有几起证人观察到了红眼睛,好像是燃烧的煤球。 这种绑架案直到目前依然在发生。 例如,2021年11月16日晚,阿根廷小镇哈辛托、阿劳兹一名叫Erma Rick的女子,声称在门口遭受了所谓的强光绑架,直到一天后才被人发现出现约65公里外。 这位妇女极为肥胖,几乎不能走半英里,所以不可能走一夜。 在2009年6月19日,布伊诺斯爱丽丝的维特尔泄湖附近的一个庄园中,一颗20米高的黎巴嫩雪松被风吹倒。 一年后,2010年7月19日晚,房主在院子里发现了二对奇怪的红眼睛,第二天发现雪松居然被人扶正了。